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可不必好吗 你们不要笑 在华语之闻啊 说不定真的可以梦想成真的 来 跟我走 那个呀 是唐代世宇有活的 这肯定是个下腿动作的 一丁妹妹 往这集中一下 许愿亭前 许愿灵 每一张许愿牌都会解锁一位唐代角色 当然啦 要不要你们选选看 你先来 这种双拳 我就这个了 那你呢 就这个 狂放不羁 我喜欢 回眸一笑 百媚生 肉弓粉带 无颜色 恭喜各位得偿所愿 咱们的圣殿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来到大唐健保圣会 我是赵亮 今天啊 我们的这场健保圣会 可以说是高鹏满座 圣友如云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来自2021的健保天 我喜欢的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来自唐朝的特别来宾 他可是对白居易先生仰慕已久 欢迎文化学者王磊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东北的济世眼白居易 今天现场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超级擅长跳舞的唐朝小姐姐紫妍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B站的紫妍 我们的健保圣会马上开始 来自2021的第一位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鲜礼物呢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痴痴 我今天带的这件藏品在一首非常著名的唐诗中出现过 你要不要猜一下 请出庭 月下飞天径 云生结海楼 仍连故乡水 千里送行舟 所以我猜是一面铜镜 恭喜你 答对了一棒 哇 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痴痴 如果你真的能梦回大唐 你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任务 就想成为一个苦普通通 平平无奇的女子 可以喝酒 吃肉 骑马 打马球 吃便天下美食 还不用减肥 你怕是对平平无奇这四个字有什么误解吧 好了 请带好您的宝贝 准备 传阅吧 您看着这造型 这妆容 这气质 妥妥的贵妇啊 咱们见了她是不是得先行个礼啊 夫人万福 免礼 免礼 不必了 不必了 我刚才出来看了一下 对面的这个礼仪呢 真是五花八门 但是呢 如果说是在我们唐朝行李呢 比较流行的就是刚才我行的那个座衣 男生呢 是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女生呢 反过来 可以呢 手心向自己 也可以手心向下 那刚才紫燕行的一个礼啊 其实就是一个穿着这身衣服 最特别合适的万福礼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意思的礼啊 叫拜舞之礼 就是在白居易我写的一首诗里面说 叫倒舞乌万岁 在给皇帝或者天子表达祝贺的时候 这些文武大臣王公将相 要一边跳舞 一边行礼 如果我们真的穿越回那个时代的话呢 可能觉得我们在看一部印度电影 因为一言不合就开始跳舞了 谢谢王老师 行礼呢 咱们也已经学过了 敢问夫人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 什么样的宝物呢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面名为飞天镜的唐代铜镜 子媛 要不要来看一看 好呀 好呀 近距离地来看一看这面飞天铜镜 这上面是一个飞天美人呀 对 是不是跟平时跳起舞来的你有一点像 对 但是其实我们正常跳舞的话 是没有办法像壁画上这种 铜镜上这种美人可以真正地浮在空中的 你今天带来的这面飞天镜 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要请教一下苏老师了 飞天镜有这样的形式吗 我一个字回答 嗯 有 飞天文士在唐代是重要的文士 由于它极强的艺术形态 所以备受险 尤其是出现在青铜镜上 又是彩绘形式 保存至今十分可归 我看这个上面的飞天造型 我就在想 如果子媛做起来这个造型 一定会特别地美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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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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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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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